2011年全国人大基层换届选举出现了中共建政以来最大规模的民间参选 遭到中共当局的打压 全国人大法工委表态声称 独立候选人没有法律依据引起社会各界的反弹 舆论批驳质疑声不断 独立候选人纷纷表明不退缩 5月份江西下岗女工刘平等三位独立候选人 乡起遭到当局的非法传唤、拘押及恐吓 成为各大网站和微博关注的热点 中国社科院于建荣教授等人发出声援 随后人气极高的评论家李承鹏宣布独立参选人大代表 学者于建荣、法学教授贺卫芳、作家韩寒、导演冯小刚 记者王克勤、律师陈有希等人都已成为李承鹏的助选团成员和顾问 而年纪27岁的80后博客作家徐燕 则是杭州市自建参选人大代表的第一人 比如说像刘平区选举的时候可能受到了很多的一些干扰和影响 那么对于名人可以让整个过程更加的公开 那至少对于我们所有参选人来讲也好 或者说对于我们所有选人来讲也好 可以更加的公开公平公正一些 宣布独立参选的还有时评作者五月散人 上海作家夏商、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北京维权律师张凯 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负责人雄伟 深圳高三学生许国威等人 而河南作家房地产商曹天也宣布 愿意自掏腰包一亿元参选郑州市长 海外博讯网援引北京官员的话说 据官方统计截至6月7号 全国已有127位独立候选人 其中较有名气的达到26位 中央预计未来几个月可能会有更多 有可能全国会高达500位以上 北京消息披露 中共中央已下令媒体不得报道独立候选人相关的消息 并定性为国外反华势力操纵 这位官员还说 独立候选人已经成为一个号召公众的招牌 目前中央高层推出的策略是 首先消除独立候选人这个概念 下一步再各个击破 也不一定都是打压 对待名人与普通人会不同 6月8号 全国人大法工委负责人说 独立候选人没有法律依据 我觉得全国人大的在央视的这个表态 他实际上是对独立候选人的现象在政治上的一种否定 一种拒绝 不过徐燕指出 都只是说独立候选人没有法律依据 只是称呼没有法律依据 但没有说独立参选行为没有法律依据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王湛阳表示 应该对公民积极独立参选人大代表予以肯定和支持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朱立佳认为 公民在中国法治框架内的独立参选行为 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 北京海边区人大代表 一顾著名作家冰心的女儿吴清 也向美国之音表示 天涯小区商务运营总监梁树心 谈到他独立参选的理由说 福州爆炸案给了他很大的冲击 嫌犯前明旗一直在求助 却无人响应 如果当地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帮助解决 悲剧本可以避免 另外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也表示 人家越感觉到没有出路没有希望 特别是对你的制度如果感到失望了以后 他就会用更极端的办法来表达他的意愿 所以福州事件就是很明显的一个更极端的意愿表达事件 这个就表明你用镇压的办法 用不准老百姓参与政治的办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在回答为什么参选时 独立候选人李承鹏在博客中写道 至少我们可以让大家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 真的选票长成什么样子 选票才能证明你是真正的中国人 新唐人记者李袁翰 肖宇综合报道